我人生中在那个时候最大的记忆 就是97年回归的时候 对 那其实跟香港人有一样 你知道每个小孩都会把那个回归的妻子 然后呢 就是等一下 激动了 大家好 我是朱灵 今天我们有请到一位港中文大学的学生 跟我们一起上来聊一聊 你好 请做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朱灵婷 我现在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博士候选人 可能等观众们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我应该就是正式成为一名博士生了 因为我很快这两天就会答辩了 你们总说 是别人的错 可是有没有想过 恰恰是你们自己在破坏了香港的法治 自由民族 可能大众对你的印象呢 可能还停留在上一年 你和中文大学的校长对话的那个视频当中 那么那个视频的话 其实对你的人生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呢 视频会让我有一点我会比较担心 都是来自于港生 然后你觉得香港的学生和一些内地来的学生 会不会有一些互相不了解的地方 不了解肯定是有的 不要说群体之间的不了解 就每个人之间的不了解都是有的 但不是说他一定说划分到群体性特征当中去 有个修例风波来了之后 然后突然一下 你之前对于那些香港同学感觉又觉得没有任何隔阂 突然一下 来了香港 这也不是一个突然的隔阂 这么说吧 因为 是你来了香港本地之后才开始感觉有那些隔阂产生 它是一个很 很满场的这个过程 就是说他不是说 今天跟你做朋友 明天不跟你做朋友了 这样一个就是别人外观看出来一个很有一个断裂性的东西 但不是的 但不是的 那我来香港以后 首先前两年 那就是一片风平浪静 我对香港简直是太美好了 因为每周都会出去玩耍 然后都会有当地的朋友带我去玩 所以其实我其实还是 一直有本地人在带你融入香港社会 深度参与 香港这些的 而且因为我过去的两年又做 就是 内地学年的主席 带着内地生去融入香港 首先你带他们去融入香港 你自己也要去融入香港 所以是 所以有一个深度参与香港的这个过程 但香港是这样的 你越深度参与的时候 你就好像越跟它分不开了 你觉得香港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对你特别有吸引力 97年是我五岁的时候 是我小学 幼稚园 还在读幼稚园的时候 然后那个时候是你刚有 人生刚有记忆的时候 我能回想起来我小时候的记忆 最大的记忆点 就是97年7月1号 香港回归的时候 那时候是 就是小朋友每个人手上都要发一个香港的那个区旗和国旗 两个旗子一起挥 然后那个场面是非常好大的 就是小朋友要出去交友 然后还要庆回归 在我们未定长大的这些小孩的心里面 就是 等一下 嗯 你动了 拿着几个 那么在你的读博士的过程之中 你们校园里面是不是在反修律运动之前呢 其实就已经会有一些政治的角力了 刚来的那一年有一个事件 就是2017年民主墙那个事件 就是贴那个港独的那个标语 那我觉得不应该去贴那些标语 但是我同时也认为 可能这也是香港的一种风格 就是说所谓的你的言论自由嘛 但是没有过多的去思考更深层次的这个东西 我的想法开始转变的时候 是在新城市广场 示威人员开始就是很暴力的去伤害警察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事情与我而言是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你已经开始动手伤害执法人员的时候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我完全违背我个人原则 我完全没有办法接受的一个事件 你现在可以伤害执法人员 当执法人员失效的时候 那你就可以去伤害普通的民众 谁来去保护这些普通的民众 那你身边的那些香港同学怎么看待这个东西呢 他因为我们都知道有很多的学生出来了 我身边也有走上街头的 之前跟我是朋友的这样的人 然后和他们聊天 然后因为我确实能感觉到他们整个这个思想在逐步的极端化 可能从最最开始的温和派到后面的逐渐的这个强硬化 更加的勇武化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更加让我意识到 那你会跟他们做一些交流吗 我会跟他们做一些交流 但是他们也会跟我说 这不是他们一个人去控制的 就是他个人是没有办法 比如说 他们不想这样 对 他不想这个样子 但是没有人可以控制这场运动 那么身份认同问题的话 一直在香港有一些问题的 一般的话我们会有一些选项嘛 我们传统来说 有香港人 中国香港人 香港中国人 就像我是上海人和我是中国人 矛不矛盾 我觉得是不矛盾的 你是上海人 你就必然是中国人 你是香港人 你就必然是中国人 否则你怎么承认自己是香港人呢 觉得他们的有一些人的这个矛盾点是说 我是香港人 但我不是中国人 会不会有这样一个感受 对 他不愿意把那个中国 这个大的一个地域标志 放在香港人之前 不用放在之前还是之后 他就是一个客观存在 你香港这个地方 他是中国的 这是不可能改变的 祖前的变换除非是战争 否则都不可能变换的 这是最基本的一个意识 因为现在好像香港整个大的气候 形成了一种比较排挤内地的一种感觉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校园里面有感觉到这种 排挤内地学生 我觉得他不是有意而为之 但是是客观存在的 就是本身他跟我这个个人是没有矛盾的 但是你能感觉到在香港有一种制度性的排斥 制度性的排斥是什么呢 他的资源的倾斜 首先资源的倾斜是倾向于给到本地生的 然后还有就是说 因为语言的这个不通 你大量的信息你是获取不到的 去学习去适应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些 这不是不学 这不是不学 广东话它是一个很本土化的语言 它很多东西没有形成一个语言的很好的 你可以学习的这个体系 当然它也是你可以去学的 就像其实我学普通话是可以的 因为普通话是它有很好的一个体系了 但是我学一个地方的方言 我可能就很难 我去过芬兰 芬兰的语言 芬兰语是全世界上排名第二最难的这个语言 但他们的措施是什么 我不会因为我不会讲芬兰语 我在芬兰我觉得exclude的 不会 因为那它很多的东西 基本上都是英语去讲的 所以你觉得这个问题是很让你觉得说 其实香港的校园学习资源 它的本土化已经到达了 它没有国际化 它是相当本土化 因为会粤语的 就是广东和香港这一小片区域 而你们又不形成一个国家 那你觉得是他们的教育出了问题吗 使得他们眼界 好像你说的变窄了 香港的这个爱国教育 它没有的话 那它看到的就是香港的这一块地方 确实因为你的人的这个物理的感知 它的大小就是这么大 我如果生活在我家的话 它不是让我去感受到 我是一个中国人的话 我的视野就是我家那方圆几百里那些地方 对不对 香港因为经常提出一种看法 就是说小粉红啊什么的 它会觉得说这种人都是被洗脑了 就是根本他们不懂什么是民主自由 所以他们有这样子的言论 他根本就看不清楚 为什么自己在一个如此没有言论自由的地方 还能觉得说自己那么热爱 这种看法你怎么说 世界上有三个小话 第一个是香港是一个法治社会 第二是美国是讲究人权的国家 第三是什么 西方社会是民主自由的 我觉得这三个小话简直是华天下之大忌 对啊 香港这边谈到自由民主 那民主就是一人一票 西方社会 首先西方社会 它不是所有国家都是一人一票的 其实一人一票你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了 这不是洗脑洗得非常之成功吗 我现在把它称之为自由民主神教 比所有的宗教洗脑洗得都还要厉害了 那我在内地的时候 它还让你多出去看一看 让你去辩证性的去思考这个东西 那你有很多人跟我谈民主和自由的问题 那你知不知道什么叫自由什么叫民主 民主不是听你的 当然也不是听我的 而是听大家的 大家是什么概念 是每一个人都有可以自由发生的机会 那现在香港的时候 有没有每一个人都有可以发生的机会 香港这个老年化的这个社会 也会越来越严重 那就是年轻人 他们要承担的这个责任会越来越大 那其实某种程度上是 他们的发展空间是更加的narrow 就是非常的狭窄的 压力也更大的 那就是整个系统也欠缺去考虑的 是不是系统性产生了对年轻人的一种不公平存在 我会去反思这个问题 我们常说年轻人要去大湾区 但是我倒是觉得 是否我们可以更多的老年人退休以后 可以去大湾区退休生活 生活的这个空间也更好 成本也更低 同时也能降低这个 香港政府的一些资源复合 对老年人去到大湾区以后 也可以把他们这个资源带到大湾区 我们知道香港医疗水平很高 那可以这些医疗水平都可以跟着走 走进大湾区 这些都可以把这些 也带来了两地的这个资源的这个流动性 但是目前来说呢 其实我们一直想年轻人去大湾区 年轻人怎么去大湾区盯区 其实与其让年轻人去大湾区盯区 我到底也不如考虑去让老年人 退休回到大湾区 也非常感谢有这样的机会 可以表达自己类型的想法 希望大家能够分享我们的影片 让大家了解香港 谢谢